日常生活中,大多数人并非请客而请客,而是想借请客,来达成小网带来的目的。 请客其实是一种手段,真正的目的是要使被请的人,帮助自己升官发财,或替自己吹嘘,以增加声誉。 这样看来,请客就像一种有利的投资,希望利用人们喜欢占便宜的心理,以及受人钱财,与人消灾,为人造福的观念,以较小的代价,博取较大的利益,这当然不是慷慨而是全谋了。